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龙门石窟国宝及文物 北魏孝文帝李佛图和文昭皇后李佛图 惨遭盗绝流失海外 这两幅浮雕啊 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的帝王皇后李佛图 数字信息结合艺术创造 北魏皇帝皇后在龙门再度相遇 难得的是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似乎都跟壁画做了对应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史嘉珍 为您讲述右键龙门上级 考古有故事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真诚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欢迎六位学员的到来 欢迎大家 大屏幕上现在显现的这样的图景和文字 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了 有去过龙门石窟的请示意我 龙门石窟会带给你怎样的震撼呢 这位男生 首先在一和两畔的一雀 龙门山色应该是给人最大的震撼 还有就是他精美绝伦的石窟艺术 这是当然不用提的 是最大的震撼 是啊 龙门石窟对中国人来讲 我们再熟悉不过了 但其实它的背后 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值得我们去追寻 比如我们现在搜集了一些 网络上的关于龙门石窟的词语 第一个词是武则天 谁来讲讲龙门石窟和武则天 是什么关系 谁知道 有请 我记得当时去听讲解的时候 好像有说就是龙门石窟的大佛 是武则天用他的脂粉钱捐贱的 有没有听说过最大的这尊主尊 就是武则天自己的样子 有听过啊 龙门石窟的背后究竟有哪些秘密 今天的龙门石窟展现在大家面前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未来的龙门石窟又会变成什么样 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关心的 而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内容 要从龙门石窟失而复得的故事开始讲起 先来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第一张 大家所看到这张照片是二十世纪初龙门石窟 能够找到现今最早的一张老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二十世纪末龙门石窟拍摄的照片 大家看看两张照片会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初的这张照片上还是有佛手的 但是二十世纪末的这张照片没有佛手了 所以龙门石窟遭遇过一次很严重的劫难 我再来给大家看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就是龙门石窟经过修复之后 重新焕发新生的造像的照片 那这些照片的背后啊 其实是一段跨越百年的故事 那么在这背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 龙门石窟研究院的石家珍院长 掌声有请石老师 欢迎石老师 你好 石老师我相信您一直跟龙门石窟在一起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大屏幕上 再次看到这些照片 想到龙门石窟走过的这百年 我相信您心中一定有新的感受 是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龙门石窟啊 它的破坏在清卧到民国初期大规模的破坏 在1840年 外国列强啊 对咱们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侵略 对我们呢 大量的抢劫 然后破坏中国文物古迹 对我们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除了外国列强的破坏啊 1930年呢 在河南 山东 安徽等省啊 这新的军阀进行了一程互战 特别是1932年呢 河南又出现了严重的旱灾 受灾的灾民呢 达到了1380万 死亡啊 都饿死了有34万 外国列强的入侵 加上国内的战乱 动荡的时局啊 当时的中国处在内忧外患当中 而当时的执政府 当然也没有能力去保护这样的历史文化真存 那我们接下来就首先请石老师来跟我们讲讲 这四张照片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掌声有请石老师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啊 一个像沙腕的法国人啊 是我们龙门石窟 发生大规模巡回事件的背后推动者 沙腕呢 出生在1865年 在法国里昂的个小镇 在他20岁的时间啊 他把自己的专业从哲学改为了汉学 经过自己的努力呢 逐渐的成为了欧洲的汉学态度 在1900年前后呢 欧洲各国啊 对咱们亚洲的进行了考古探险 如火如荼的进行的 法国政府有感应啊 他落后于其他国家了 就然后呢就开始着手啊 进入中国考察的日程 到1907年 这个沙腕就得到了 法国几个部门的支持 占助了一万七千法郎密 叫他来中国进行考察 沙腕呢 到中国以后呢 对我们的古建筑和雕塑 是格外的平安 其中呢 石窟部分 他去了山西大同的云港石窟 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 还有拱县石窟 寺庙呢 他去了河南开封的大象国室 以及部分山东啊 河南的佛教造像碑和摩雅造像 沙腕从中国考察完以后呢 于1909年 他就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书 叫花北考古记 该书呢 通过千余幅的踏片 五百余幅的明文照相记啊 二百余张照片 再现了二十世纪初 花北遗址文物的原始风貌 并且在这本书中啊 他记录了大量的 石子雕刻的石窟照片 其中龙门石窟有123张 这是公开发表龙门石窟 数量较多的 并且最早的一批图像资料 这本书的出版呢 是我们中国石窟寺 在西方社会啊 正式引起关注 特别是石像中的雕工 线条 造型 趣味等等 都成为了激发西方人 审美体验的源泉 更是被认为是古希腊 古罗马 它的雕树一样的 雕树杰作 特别是在这本书 出版以后呢 欧北保管 这纷纷开始 补充扩张 亚洲的雕树藏品 他们的私人买家 也在东亚雕树艺术 展开了竞争 这本书呢 原本是西方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一扇窗户 但是呢 最后却成了西方世界 截夺时刻的盗贼 来我们中国寻宝的介绍信和书名书 通过照片啊 我们能看到很多书中精美的造像 现在它的原子上啊 都没有了佛首 之所以当时文物被盗 如此严重的原因呢 是因为那时啊 通过书籍 形成了盗卖文物的三方人员 一个是国外的买主 一个是连接中国与国外的中间商 和对文物进行盗凿的人 通过大屏上的图片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三个环节啊 环环相扣 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流失链 首先我们讲述啊 第一个环节就是买主 主要是海外的收藏机构 和私人收藏者 其中在美国有17家的收藏机构 收藏由我们龙门事故的文物啊 将近是100件 另外是在日本 有10家收藏机构 以及私人的收藏家 收藏我们龙门事故的文物 将近40件 而这其中 美国收藏文物最多的原因是啥呢 就是当时的美国啊 在19世纪末 也加入到了对世界的征服中 特别是他们对咱们东方的艺术 和宗教 很有强烈的兴趣 所以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咱们中国 之外呢 美国拥有大量中国文物的原因 那还有一个是啥呀 那就是在收购中国文物的同时啊 美国商人呢 往往啊会开出天价 是那些承受不住 这个利益诱惑的人 纷纷就将他的手中的东西啊 卖给到美国人 除了美国呢 日本收藏的数量也是很多的 这个主要原因是啥吧 就是在1893年 第一个到访龙门时刻的人 便是日本人 叫港昌天心 在随后的时间里啊 日本来中国考察的人最多 所以他们对中国的渗透啊 以及入侵也最为严重 所以更大规模的中国文物 北日本有组织有预谋的掠夺 接下来咱们讲述第二个环节 就是中间商 龙门时刻的破坏 与当时的跨国中间商关系最大 其中日本的三中商会 和法国的卢钦灾 输出到国外的文物最多 三中商会的发展人呢 是三中定次郎 这个人呢出生于股东世家 他小的时候啊 跟随到父亲在股东店学习 13岁就当学徒 到1900年 三中定次郎就在北京 重门门内啊 开始了日本股东店在中国的第一个分店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盗卖中国文物的刑警 另一个中间商呢 就是鲁信哉 这个人是中国人 随后移居到法国 是20世纪初国际著名的文物贩子 大股东商 鲁信哉出生于1880年 他1902年前往巴黎 在巴黎股东店 开始做学徒 这个人很刻苦 他学习股东店的各项业务 又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 很快就得到了老板的赏识 逐渐出任长辅 随后这个人呢 又开办了自己的股东店 所以说他在此后的几十年啊 就是于自己身后的中华文物鉴赏知识 和商业才能 启蒙性的 把欧美收藏家们的眼光啊 从中国装饰性的瓷器 引向了我们墓葬艺术品 和佛教雕塑艺术品 最后一个环节呢 是盗藻文物的实识者 主要是咱们河南部分的军阀 和当地的土匪 当时呢 国热民贫的兵黄马乱 这些不法奸商啊 与民族败类 内外攻击 对龙门石窟 进行了大规模的倒召协议 致使龙门石窟 大量精卫的造像 流失到海中外 好 我现在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石老师 大家听过之后 这一段是不是心里 稍稍有些沉重啊 但是这也是龙门石窟 这一百年绕不过去的一段历史 我们先来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问老师好吗 有请 石老师好 请问在龙门石窟 被盗凿的这个时期 我们有没有什么文物保护措施呢 当时咱们民国政府也颁布了一个 龙门石窟保护条例 就规定不准外人和突飞进行盗凿 如果盗凿发现了 就举报了赏银二十两 就无论各色人能 但是由于当时兵荒马乱呢 所以这个条例就是颁布了 效果并不明显 从目前我们研究的角度来看 在这时期丢失的文物 大概有哪些呢 在1991年和1992年 我们研究院的王正国研究员 对龙门石窟进行了实际的调查 被盗的主像有262个 其他个例的造像 有1063尊 雇养人里佛图16幅被盗凿 包括我们的碑壳提记和枯梅装饰 他们都没有被放过 应该说每一次破坏每一处盗凿 都牵动着我们的心 都是遗憾 但是从您个人研究的角度 以及从整个龙门石窟的历史文化价值来看 最让人觉得痛心的 您觉得是什么 最让我们痛心的呀 当初这个碑洋中洞在那个时期啊 也被破坏了 海盗这个洞窟啊 是皇家海盗的 历史24年 洞用这个工人呢 有80多万个 这个整库造像呢 庄严华美 色彩丰富柔和 所有武术能工巧匠 共同建造 与焦灶的浩大的工程 他的开灶的原因 就是北魏宣武帝 为他的父亲孝文帝 和母亲文昭皇后 修造的一个功德苦 孝文帝脱巴红 继维后呢 自上而下 大家都知道啊 是定了一系列的汉化的制度 史称孝文帝汉化改革 因为汉化改革的重要性呢 当初在修建这个东窟的过程中 也融入了汉化改革的元素 所以啊 东窟内云含了极高的 历史和艺术价值 也成为咱们龙门石窟啊 最具代表性的东窟之一 为我们后人留下了 无与伦比的艺术规报 所以大家熟悉的 这个北魏宣武帝改革 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共同演进的 民族融合的一个历史实证 这处洞窟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 历史文化价值 在冰阳中东最主要的 有两幅礼佛图 这北魏孝文历李佛图 和文昭皇后李佛图 这两幅浮雕啊 是我国古代历史上 最早的帝王皇后李佛图 在我国美术史上 雕树发展史上 甚至在世界的雕树史上 都非常具有无可期待的地位 但是呢 如此重要的两幅浮雕啊 现在原子上啊 只剩下两个残壁了 非常令人痛心 我想大家看到这样 被倒凿之后的痕迹啊 内心一定会觉得 非常的唏嘘 也非常的痛苦 如此精美的 国之重器 它不仅凝结的是 古代工匠的 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而且它背后的 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 我们今天不可言语 那么在地后礼佛图 被倒戈的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 石老师为我们细细讲识 地后礼佛图呢 被倒啊 主要和两个混蛋有关 第一个混蛋就是阅宾 这个阅宾呢 他是1896年 出生在河北通县 因为当时呢 时局变革呀 断了他的科举之路 所以在他刚满15岁的时间呢 他的父母便惊人推荐 让他送到了北京一个 小股东店 当起了学徒 他在做学徒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人呢 心思细密 记忆力啊 特别惊人 所以他20岁出头的时间呢 便和全国各地的盗墓贼 都有了千丝万里的联系 随后呢 他自己开了一个宾记图案店 渐渐的便成为啊 北京最大的图案商之一 另一个混蛋呢 这是外国人叫布埃伦 在民国时期 因为收集和盗窃中国文物有功 他都出任了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远东部的主任 布埃伦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师父 也很坏 叫华尔纳 是盗窃咱们 东方文物的一个坏蛋 他曾经组织考古队 远赴咱们中国盾防 伯利摩高窟的唐弹壁画 就精品地有十多幅 是造成咱们中国盾防文物 破坏最为严重的其中一个造贼 1925年 普埃伦与他的师父 一起前往东方 还要想再次去 截取壁画的 因为各种原因 这个犯罪违遂 所以他随后就把目标 转向了龙门石窟 普埃伦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前往龙门石窟 并且呢 那个时期 中国文物时许受到美国的关注 龙门石窟 所以也处于盗招的高峰期 多处的照相和洞窟被盗 普埃伦来到龙门石窟以后啊 见到这两副 具有极高价值的服调以后 就开始动心思了 拍下了一些照片 就带着照片 到北京找到了阅宾 双方商议细节 然后签订了合同 逐日时时到着 地后女佛图 我们通过大屏啊 可以看到 合同的细节 因为当时 合同的这个老照片 像素很低啊 并且这个书体不便于阅读 我们便通过内容 转写了一份 便于阅读到版本 它在合同中 把地后礼佛图 含糊地称为 石头平文人 为平像 一共售价多少钱啊 一万四千银元 我们再看合同中的其他细节 第一期 就普爱伦 取走 平像 人头六件 交付 四千银元的现金 第二期啊 再取走 十三件 支付 六千 如果这个平像 人头需要二次交旗 那钱呢 也分两次支付 每次三千 第三期啊 交付全部的 平像 身子 支付人员 四千 如果平像 身子 需要两次交旗 那支付 也分两次 每次两千 如果期间 发生意外 导致货物不能 晕走了 合同 立即作废 不再算数 双方 共同约定 各不反悔 这根据合同 这里边的 关于购买的内容 价格的数额 出款方式 等等明确的规定啊 我们可以知道 地后礼佛图的道着 是明显的 有预谋的 文物倒败 立定智慧的岳宾呢 在签定合同以后啊 就趁此局动荡 便开始联络 道着的人员 他首先买通了 洛阳当地的驻军 又联系了 洛阳的 武官奸商 通过奸商 找到 村中的土匪 这些土匪呢 持枪 将脚迫三名石匠 秘密进行盗招 这三名石匠呢 在夜里就借助 伪热的手电筒灯光 对着浮雕 一点点的敲打 这敲打下来的碎块呢 在天亮以前呢 就会被持枪 守在东湖外的土匪 以碎石灰的名义 偷运至北京 整个敲打的过程啊 持续了两三年之久啊 最终将这两幅浮雕 全部敲打成 一块块的残块 之后呢 和爱伦 便将阅兵交付的残块 全部地运往了海外 其中 北魏 孝文帝里佛图 现在藏于美国纽约市 大都会艺术博馆 文昭皇后 李佛图呢 现在藏于美国 堪萨斯州 那些艺术博馆 而这两幅浮雕啊 也成了 我们国人永久的遗憾 皇帝也皇后 也永远无法再相见了 谢谢大家 刚才石老师的讲述当中 提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卢秦斋 一个是阅宾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两个大文物贩子 其实在阅宾之前啊 北京这果安行里边 是不动这个佛像 一个是行业的规范 一个是当时的人 可能有一种迷信 就是说 这个一个是佛教的信仰 一个是很多人认为说 这个动了佛像 会给自己带来厄运 也就是从阅宾开始 因为这个人的眼睛里 只有钱 也就是从他开始 所以造成了一系列的 大规模的 石窟寺造像的破坏 真是庆竹难书 让人心情很沉重 那我们说点 让大家高兴的时候 给大家来看一张照片 这是1952年 人民日报的报道 雕刻工作者 就是雕塑家 艺术家 刘开渠等 识人向人民日报来信 揭露奸商阅兵 盗卖龙门石佛的 严重罪行 龙门造像中 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王后李佛图 就在一次被他盗走 卖给美帝国主义者 我们祖国历代最可珍贵的 美术遗产 竟被他破坏的惨破人毒 造成无法补偿的损失 1952年 人民政府呢 对阅宾做出了 庄严的宣判 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他得到了自己应得的下场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但是在今天的考古人的努力之下 在我们有了更新的技术的前提之下 地后礼佛图已经开始修复了 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 石老师我们会面临着 很多很多的困难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 当时因为它敲断的时间呢 是借助围绕的手电动灯光 不可能会成多大的形 还有很多的碎块都捡不起来了 所以造成了很多难以弥补的群势 在我们考古人眼中 就要信息缺失的太大 还有呢 里边阅宾这个坏蛋呢 他当时为了募取更大的利益啊 他掺杂了很多宴品在里边 所以我们现在想 把这些数据啊 这些碎块啊 聚合在一起 困难是非常巨大的 工作量呀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真的是 怀着忐忑的心情 特别特别希望 我们接下来 在技术的加持之下 在我们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之下 能够把地后礼佛图 尽最大可能完美地复原出来 那在复原的过程当中 又经历了哪些坎坷 我们的工作人员挑战了哪些困难 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史老师 为我们精彩讲述 有请 为了弥补咱们国人的这份遗憾啊 2020年9月 我们研究院呢 就启动了 龙门石窟 冰阳中东地后礼佛图 须集复原及展示项目 为了更加稳妥的验证项目的可行性 首先我们就对文昭皇后礼佛图进行复原 而项目开展的第一步就是对残块的数量进行统计 在统计残块的阶段中啊 我们研究院的仓库中也发现有一批残块 共计有2237块 我们在整理这些碎块的过程当中啊 也发现当中也有一些留存着表面造型信息的碎块 例如衣纹的线条啊 面部的造型啊等等 通过对比地后礼佛图的老照片 发现其中有一些残块 是属于这两幅浮雕的 后来经过调查得知啊 这一批残块 是1953年 公安机关在青岛海关 找到阅滨上北运送出国的两箱碎块 之后这些碎块呢 被全部送回给了隆本师库 除了我们仓库中的碎块外啊 在国外博物馆中 他们展示的浮雕 一共使用了1500多块残块 他在他们的仓库当中啊 被认为是赢品的有2000多残块 我们也一并进行了统计 有了所有残块信息啊 还是不够的 还需要研究数字化复原的可行性 在数字化技术成熟以前啊 对文章华后礼佛图的研究啊 主要局限于历史文化方面 缺少从浮雕实体造型角度 进行研究 而如今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 不断成熟 他在造型艺术史上的研究 和文化艺术研究领域的应用啊 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法 使得跨时空的信息采集啊 分散数据的聚合啊 也成为了体能 这也为我们文章华后礼佛图的复原 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这些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呢 第一步就是利用三维扫描技术 对文章华后礼佛图的 所有残块进行扫描 三维扫描技术 它是通过三维扫描仪 用来侦测并分析现实世界中 物体和环境的形状与外观数据 是文物的重要数字答案 我们首先完成了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 文章华后礼佛图数据的采集工作 之后呢就开始扫描 他们博物馆仓库中 剩余的两千多块 因为啊在其中很有可能有厌品 最后我们又扫描了 我们龙门石窟 参控当中的两千多块 当所有残块扫描以后啊 又遇到了一个问题 因为当时文章华后礼佛图 在被盗扫时间呢 实际上是在深夜中 借助最简单的灯光 用锤子和凿子来敲打浮雕 因此凿下来的每块残块啊 它大小不同 形状是各异 再加上当初文物贩子阅兵的 造假掠迹 导致残块数量 多大六千多块 对于这些浮雕残块 不仅要寻找 在原本浮雕中的位置 还需要逐一进行申别 如果只通过肉眼 进行筛查 工作量是巨大的 因此呢 这六千多块残块的申别 和寻找工作 还需要找到 更为高效严谨的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石老师 精彩的解读 我们请您先稍事休息 好吧 好的 谢谢 在我们接下来 为大家继续精彩讲述之前啊 我们要请大家做一件事情 大家先来看大屏幕 大家所看到的呢 就是刚才 石老师讲到的 这些高达六千多块的 现在还有两千多块 在龙门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 就是要把这六千多块的 碎块进行申别 然后来进行修复 这个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呢 我们想请大家来感受一下 好 请工作人员上道具 大家现在面前呢 是一道拼图题 当然 它是谁 拼出来再看 一定跟龙门石窟 跟我刚才讲到的 地后礼佛图相关 来 开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大家拼好了 来 我们展示出来看看 大家完成得很好 其实这个拼图是文昭皇后礼佛图当中的一个人物的面部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整个这个浮雕 它的长度接近3.91米 高度是2.2米 其中涉及到了22个不同的人物 所以其实这个拼图是想告诉大家 它有多难 那龙门石窟的地后礼佛图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拼接出来的呢 让我们再次掌声请上石老师 刚才我们用这个方法呀 让大家感受了一下 最终要把它复原 这真的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到底是如何进行复原的呢 我们继续掌声有请石老师为我们精彩讲述 有请 我们在拼图阶段找到了一个高效并严谨的方法 那就是先找到一个相框 而这个相框就是指啊 在我们龙门石窟这个碎块敲打下来一个原纸 之后呢 基于老照片中的二维参数 提取出文章皇后礼佛图的造型线稿图 并想线稿啊 置如到残壁统一坐标系统 求而明确 佛雕中的 线稿与残壁之间的准确的位置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这残壁的信息啊 也可以测绘出文章皇后礼佛图的尺寸大小 并且在残壁的四周啊 也包含有没有被盗凿的特征信息 这些特征信息啊 极其的珍贵 有了这些特征信息啊 才能将老照片进行纠正并参考使用 由于早年摄影技术和拍摄角度的限制 历史老照片的资料啊 均存在有明显的变形问题 因此啊 这些照片在没有经过校正以前呢 还不能直接作为参考使用 首先呢 我们有通过计算机 在残壁中 找到到早前和到早后都存在的点 我们把它标记为特征点 一共有18个 在老照片中 一次找到这18个特征点 最后啊 再通过计算机图形处理软件 将两组数据的共同特征点 进行对其叠加处理 最终得到统一作票体系的历史老照片 这下是重要的二维参数依据 在得到完整的数字模型后啊 我们开始采用SLV立体光固化3D打印技术 对浮雕进行高精度的3D打印 SLV啊 是指以光明数值为原材料 通过计算机控制 指外线激光束组成的固化 形成实体的三维模型 并且因为刀具 它是一条激光束 所以啊 可以成形几乎任何复杂形式的虚面表面 而在这一步中啊 我们又对南尔逊艺术馆的浮雕 进行了一次验证 首先是将他们博物馆 经过拼接还原的浮雕 这三维数据模型啊 植入到统一坐标体系中 发现展出于南尔逊博物馆的浮雕 与原作历史老照片呢 无法准确的配位 通过大屏啊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位置 与原作中的相应位置 存在有明显的错位 而由于浮雕残存的情况严重 目前呢 还没有办法进行基于浮雕 实物层面上的造型拼接与复原工作 因此啊 我们决定以泥像的方式 先完成一比一泥树造型的研究 以此作为后期造型残块实体 以数字化浮雕的基础依据 泥树确认无误后啊 就开始在计算机中加入这个基因 这里的基因就是发现的那种残块 基于上述南尔逊博物馆的 文章华后李佛图的三维数据 在计算机中将浮雕中的一千五百多块残块 进行标记 通过一比一等大浮雕泥树 将它还原相应的位置 在养南尔逊博物馆仓库当中 剩余的两千多块残块 进行筛选 挑选当中的真品 最后再讲现存我们研究院 库房当中的两千多块残块 进行人理与甄别 主要的筛选方式有两个 一个是残块表面有线条特征 另外是在老照片当中 能找到残块的位置 最大限度地筛选出浮雕的 原始造型信息 并依据特征 寻找它在浮雕中的位置 将枕别后的所有残块 这些三维数据 与宾阳中栋原子浮雕的残壁数据 在计算机当中最终复位 在得到完整的数字模型后 我们开始采用3D打印技术 对浮雕进行高精度的3D打印 不过这个过程是极其地漫长 谢谢大家 谢谢您 为了人家更好地感受我们这个过程 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件礼物 一比三比例的打印的浮雕 来 我们请上来 孙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3D打印复原的 那它和原作之间的还原度 您认为能达到多少 至少有90%以上 那是一个科研项目 不是我们随意去 凭想象去打印的 谁想近距离地来看看 来 李志博是龙门人是吧 对 你小时候去龙门参观的时候 这上面是断缘残壁的 就在我小时候去参观的时候 就有导游跟我们介绍 这段地后礼佛图被盗绝的历史 就每个人都有感觉非常惋惜 所以你今天听完这个故事 然后尤其看到它 此时此刻什么感受 其实刚刚看到 现在在石窟断面上那些残缘的时候 我当时眼泪就已经在眼眶中打转了 然后现在在看到它复原的样子 觉得心情好像有点欣喜 就觉得这国宝好像回家了一样 之一呢 我也是就是很难有机会 这么近距离地去看这个 包括浮雕上的这些细节 就是除了感动之余 还是非常感叹古人的这些艺术造诣 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魅力 好 谢谢两位 请落座 谢谢 石老师刚才提到了 就是这个复原的过程非常的漫长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做这个基础工作 三年多时间了 部分的碎块位置 还有待进一步的合适确认 高精度的3D打印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 目前工作已经进行了多久了 我们一比一段打印正在进行那中 已经将近四年了吧 将近四年了 对 那按照现在的这个速度 到最终它能够真正的意义上的完成 您觉得还要多久呢 我们有一个工作计划 也就最多在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还有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期待 会不会最后让它安放回原始的位置呢 因为这个我物啊 它残壁上我们不可能再去给它恢复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高科技手段 把它虚拟复原 包括3D打印一比一 让我们我物的方华再现 求助让我们世人能够理念到 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让文物活起来嘛 让文物活起来 好 谢谢石老师 我们把道具拿下去 正是在工作人员不断地努力之下 尤其是我们现在新技术高科技的进入 使得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用科技的手段来复原了帝后理佛图 其实对于这样珍贵的重要的国宝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新的技术呢 大家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021年4月27日14点 卢舍纳大佛遥望着义合之隔 两支仪仗队伍缓缓而行 每个人的表情都庄重前程 每个人的服装都细腻生动 百年前 地后理佛图虽历境劫难 流落海外 但此刻 浮雕以这样的方式复活了 最后的这个镜头 真的让人有穿越的感觉 难得的是 每一个人物的形象 似乎都跟那个浮雕 做了对应 我们看到帝后 包括旁边的这些内侍臣 包括这些侍女的形象 都跟那个浮雕很像 在复原的过程当中 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遇到了很多困难 比如食品方面 像投贯的制作 高品质和严格的 符合时代的质地和材质 去制作 在当时短时间内 有很大的困难 这是第一 另外在颜色方面 就是现存北位 地侯级别的服装和食品 这实物是没有的 因此颜色呢 只能去参考历史文献 最后呢 是工程的开展 需要首先解决 服装问题 但是在服装中 服饰雕刻的立体感 要相对热一点 加上被造枣碎裂 服饰细节受到损失 所以啊 在复原展示上 也有一定的困难 只能通过参考 你整文献的题材 来判断 刚才我看到那一幕 真的是恍惚了 真的是感觉这个 帝后又一次来到了 龙门石窟 其实在整个这个 复原的过程当中 还遇到过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掌声 有请石老师 这次复原的源起啊 就是在2021年8月 我们研究院 在一次会议当中 讨论如何 通过做一个项目 或者活动 挖掘我们的文化内涵 和艺术元素 在这次会议当中呢 大家都首次提出了 帝后里方图的画画设想 这文物画画啊 是走保护文物的一种方式 让文物啊 通过演员的动作 重新回到 咱们人民大众的生活当中 随后呢 就开始了一些准备工作 第一件事情 便是要确定 帝后的服饰 当时啊 主要参考了 拱献石窟也有一个 帝后里方图 拱献石窟的帝后里方图啊 与咱们龙门的帝后里方图 都是北魏千州洛阳 初期的 这是皇室队族 发院开刀的 拱献石窟保存 相对的完整 它的构图啊 与咱们宾阳中东的佛雕是相似的 是目前咱们国内 留存最完整的帝后里方图 佛雕上呢 汉式服装 可以为复原 提供一些参考 之后呢 我们又穷历史文献 这种《魏书高祖记》当中 找到了记载 世间村 正月魁海 必死服滚勉 招响万国 其中的滚勉 就是孝文的服装 滚勉就是刨斧 招斧 勉有两部分组成 勉艳和硫 勉艳呢 有成勉板 是一个长圆形的 前圆后方 硫呢 就是前面垂的竹子 到这个时候啊 皇帝的服装样式 得到了确定 而皇后的服装样式呢 又考虑到 她的服饰 是最高级别 也是最复杂的 所以啊 皇后服饰 共有四层 并且是半屁 也可以理解是 现在的背心样式 而且北朝时期啊 女性基本上 是上乳下裙 因此 将皇后的服装 最终 确定为 上乳下裙 上紧下松 这样呢 能够凸显女性的柔美 和高挑的身形 确定了服装样式之后 就要开始搭配颜色 穷平洋中处的 杜伏内啊 陆续发现了 它的色彩残留 主要有几种颜色 红 黄 蓝 黑 等等 我们又通过参考 山西大同 北魏同时期的墓上 司马辛龙墓 在其中 它的彩画 西平风中 得到了参考 此墓啊 对北魏 时期的考古和历史研究 有一定的价值 其中出土的 一块彩画漆 这种屏风 具有北魏人 绘制的帝王像 因此 小文帝的服装颜色 确定为 上衣悬色 下商显红色 文章皇后 她的服装呢 颜色确定为 以珠红 配黄为主 凸显出 咱们皇室的 端庄大器 确定了 富士肯定还需要食品 在食品的制作环节中啊 难度最大的 就是皇后的头冠 因为可供参考的资料非常少 需要查阅 北魏前后不同时期的 相关资料 寻找蛛丝马迹 串联成 线索 考虑到 这个佛雕也有可能加入了 艺术加工 我们又参考了 隋唐时期的墓葬 例如啊 已经出土的 销后馆 以及金箱 献住礼馆 最终推测出 文章皇后的头冠 我们定稿为 莲花冠 而莲花冠的颜色啊 主要就是一具已经出土的唐代文物 例如主冠式残剑 溜金铜饰 等等精品文物 穷尔啊 推断出它的颜色为金色 除了华后的头冠以外呢 其他食品的设计制作 也都非常的困难 也只能 从这个大致的形状 进行揣测 除了明显能辨别的 像莲花呀 博玉呀 等等啊 很多过于细节的部分呢 我们就只能靠艺术加工来实现了 当所有的服饰和食品确定以后 我们又从近300人当中挑选了45名演员 而这次负责排练的老师是朱国庆老师 朱国庆老师呢 他参与了多次大型古装服员秀演出的排练 很有经验 在这次排练的过程当中 因为演员身上啊 都有设计的服饰 以及大量的头饰道具 那时间化妆的演员啊 都像木偶一样 大家打招呼啊 或者问话呀 都需要 头和身子一起转 所以在排练的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啊 就细抠每个演员的眼神啊 以及面部的神态 真人演艺活动当天呢 我们的演员啊 凌晨就化妆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 一个镜头的拍摄啊 都需要重复一二十遍 因为几十个演员 要在同一个时间点摆好动作 并且要维持在三十秒到一分钟 这个左右时间 所以非常不容易 但是啊 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都齐心协力 终于 让真人版的地后礼佛图 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石老师 感谢您带来的精彩演绎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刚才这段讲述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一段完美的呈现 要让地后礼佛图活起来 其实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艰辛的努力 也特别特别感谢石老师今天的到来 其实石老师今天的讲述 带领着我们走过了一段百年的历史 我相信大家从龙门石窟的改变 从地后礼佛图的经历当中 一定会感受到一种力量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石老师 感谢您的到来 谢谢 好 我们起立掌声送给石老师 好 谢谢您 感谢 我想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也要向所有 参与到龙门石窟 保护 开发 利用当中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 地后礼佛图历尽劫难 流落海外 而百年之后呢 今天的中国国力昌盛 我们借助各种各样的 最新的科技手段 让文物活了起来 让优秀传统文化 为大众可听可看可感知 而这种多种形态的传播 沉浸式的体验 让文物活了起来 也让文物活起来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考古公开课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